讲到北韩我就要问一下帅将军 你觉得北韩进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朝鲜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都是工兵嘛 那最近是炮兵在这里接受训练 那据说人数是一万多人 当然今天有些西方外交官讲说 目前有逃兵啊等等 但泽伦斯基也已经点名了嘛 点名朝鲜 然后朝鲜半岛最近也很不安宁 那北韩不是把那个路给炸了吗 那南韩也有开枪回击 你怎么看待朝鲜半岛跟俄乌战争的 一个联动关系 因为基本上朝鲜真正得到最大的奥元 是来自于俄罗斯 当俄罗斯缺少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时候 能够跟他马上供给他的就是北韩 因为中国还有点避险 军品不慢 那北韩是 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跟中国关系还要深 所以除了运送炮弹以外 增加一点部队有什么不可 有什么不可 因为什么 俄罗斯也是一样 你打了两年的仗 基层军官也是伤亡很多 那个北韩是没有参加战斗 但是他也训练这么多年 所以征用它 而且你要用北韩的兵不像欧洲那些雇佣兵那么贵 欧洲的雇佣兵要4800欧元的一个月 朝鲜不需要那么多吧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何尝不想用 你看俄罗斯也用了很多 车臣的部队不是外国的吗 对不对 他们自己管车臣也是 这个还有以前那个头子被干掉那个 瓦克纳 瓦克纳 对不对 对啊 他就是能用的都尽量用 最主要是要训练有术 有战争经验 北韩有点练兵的这个概念 练兵它多年来就在搞 没有实战经验 抓去乌克兰战场磨练一下 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 他们作战有一个叫选风制度 比如说我们三个赛政员最优秀 那他就第一个松上战场 最优秀在先上 当然尖兵 你听过中国大陆有尖刀链吧 尖刀链就是穿用的 攻城的爬城墙的开地道的 那都是这一区兵里面有种的有志愿的 大陆各种不太一样 大陆是说 哪一个是共产党党员出类先上 那个是叫做带头作用 先上 那我们台湾不一样 哪一个是民进党党员退后 他的选风制度是中国传统的 你部队是很多 但是训练好不好就不知道 训练的里面 这里面有没有是很带肿的 很勇敢的 所以朝鲜半岛最近自己的急剧紧张 你觉得跟这个有联动吗 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只是一个跟你全面断裂的一个思维 照理讲在战术运动上是不合理的 假定我是北韩要南清 我怎么会把铁路炸断 我的补给怎么来 假定是南韩的北路要北伐 我要防守 我才要炸掉 现在没看出南韩要北伐 南韩并没有采取什么军事行动 那这个就是一个老子跟你从此一刀两断 也不跟你谈什么统一了 也不跟你谈大韩命国了 就是敌人 就是敌人 他宣布是敌人 第二个他这个表示决心 就把这个炸了 以前因为军大宗这些都跟北韩来来往往有很多 就跟我们两个关系一样的 有密使 有这个谈判的条件 他这个就是铁了心了 吃了衬头铁了心了 我就跟你一刀两断 我把你当敌人 其实南韩军备也不差 北韩是肚子里有点空 是什么 经济太差 老百姓饿死了很多 所以这跟两岸的情况是完全 所以他用很强力的控制 什么炮绝了 枪毙了 所以这个他心里也是不放心的 什么叫脱北者 你给我看看脱北者怎么讲 绝对的忠诚 体制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 俄罗斯媒体有一个报导 说你看到在这个 在这个大天使特种部队 战斗人员在库尔斯克 某一区摧毁一辆步兵的战车 那发现这个战车上 有的人员是来自美国 总共八个人 所以从这一连串的讯息当中 发现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帅将军 这个现在北约的这个军官 西方的这个军员 大量的进入俄乌战场 代表什么 代表 能够继续再撑一段时间吗 代表以乌克兰的指挥 中低阶的指挥官已经大量阵亡 他为什么不是派军队来 他派的是干部来 当年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 林彪在北边也是干部不够 连日本的投降的关东军都来补充 这是战场常有的现象 因为美国 英国 加拿大这些 不方便直接参战 那又不能看到轮车时机整个崩溃 因为打了这么多 打了这么久的战争 中低阶的这个领导干部很容易阵亡 都在火线上 排长 连长 营长 这个是战术上决定胜负的重要人物 所以这个问题还有美元有些新的武器 不是你马上乌克兰部队能够操作的 比如说爱国者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它一定有顾问 还有外援的这些坦克车大炮 那也不是你一下就能上手 它一定有技术人员 维修人员或者是操作人员 所以普丁就对这个事情很恼火 就是凡是外界的 我就是不以战俘来处理 就地处决 所以他选择 他也是 俄罗斯也有情报了 你在奥德萨那边在搞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刚好都是打外国人呢 对不对 他就是警告你们这些欧洲国家 包含英美 你不要暗中偷偷摸摸在支持他 第二个 在整个战线上 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线的战略优势了 在北边的这个城市 哈尔科夫也开始进去了 然后这边的红军城也差不多了 然后在那个你入侵的那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战线就是全面的攻势行动开始了 尤其现在这个气候 也是乌克兰最后一口气 你能源也不够 电厂也被炸得差不多 低级干部又少 动员部队也动员不来 那这个情势对乌克兰是整体不利 因为如果俄罗斯没有把握的话 不会在这么多战线上发动攻击 发动攻击的时候代表他有把握了 就是说这个胜利是可以预期的 牺牲不会太大 所以他还会动作 照理讲他的超音速飞弹也很贵啊 那为什么对 以前对奥德萨是没动作的 因为奥德萨是一个重要的港口 而这个港口自从蛇岛被乌克兰收回去以后 这港口跟西方国家就有联络 那西方国家的军援物资也可能从这边来 参谋也可能从这边来 所以我相信是俄国的情报 俄罗斯的情报已经掌握的了 所以专挑那种不长眼的人打 你们要来嘛 你们要来帮助嘛 因为这种出去当雇佣兵的伤亡 很难获得所谓国内的荣耀 或者是重大的富序 这个东西都是偷偷摸摸的嘛 所以他选这个下手是有他道理 而且可以观察整个战线是 俄罗斯占优势的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优势的话 你不会去点火了 你会在阵地里面固守 既有的这个所得的土地嘛 那你发动公司是代表你有把握 那也看准了乌克兰后面的兵力有问题 我们根据世界各国的战史里面 都有这个记录 当你部队伤亡 没有老兵 没有老士官 没有老军官的时候 就可以从外面接了 你知道吗 当初国务力在北韩海支援中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te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8000 9000 7000 ーい 9000 9000 1000 9000 9000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